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冤家不巨头 这两支队伍呢 今天将在这片绿营场上一决高下 本场比赛的阵容都耳术能详 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期待他们能在上万球迷的诸位下 踢一场精彩的比赛 最终鹿死水手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 财判一声哨响 比赛正式开始 马月拉尔 过顶传球 找到了队友 马月拉尔 这一脚有点悬啊 幸亏抢下来了 果断下脚 抢下了球 他瞅准时机 果然抢球成功 扑克雷利亚 精彩的扑就 球被扑了出去 扑克雷吉德荣 队友 队友拿到球 将球拱手送人 中炮抢后门 球滑门而过 飞出了底线 队友 队友接球 球来到了队友 队友远程中炮 门将将皮球扣出 德佩 果断下脚 抢下了球 再好的后卫都无法阻止他 一脚长传转移变成左侧队友拿球 过顶传球 找到了队友 队友拿到球 球出界了 这次进攻以球出界而告终 失去了球权 球来到了队友的脚下 这一脚有点悬啊 幸亏抢下来了 贝兰托雷斯 队友接球 接到球 想法是好的 但还是被断球了 贝兰托雷斯 球来到了队友的脚下 过于反复的转传 很消耗时间 重炮轰门 精彩的扑就 球被乌龙球 他攻克了自驾的大门 队友接球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半场比赛的第40分钟 队友 跑到队友 球队友 队友了 队友到队友 队友的队友 队友的队友 队友的队友的队友 上半场商庭捕食 一球领先 中场休息开始了 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 下半场比赛开始 花朗基德荣 球被对方拿到 马约拉尔 球出界 对方求全 他需要被换下 主教练决定换上 球出界了 将球拳拱手相让 球来到了队友的脚下 球出界了 就这样失去了球权 对方球员快了一步 及时将球拦截 将球拱手送人 助理裁判举其失忆 这球越位了 马约拉尔 他选择了传球 他选择了传球 普朗基德荣 队友接球 接到球 队友拿到球 远程中炮 这球漂亮 体现了他非凡的进攻能力 他与队友机长来庆祝这个来之不易的进球 罗贝托 过顶传球 找到了队友 马约拉尔接到球 想法是好的 但还是被断球了 德佩 队友拿到球 马约拉尔 起脚射门 精彩的破门 这是他的手力入球 经典的华贵庆祝 他用这样的方式 宣泄出内心所有的压力 一起期待他更好的表现 罗朗基德荣 接到球 队友接球 两队的控球率较为接近 可谓旗鼓相当 球出界了 这次进攻 以球出界而告终 罗朗基德荣 球来到了队友的脚下 船中到了禁区 高高跃起 投球攻门 门将将皮球扑出 比克 跨出一道漫妙的弧线 出了底线 重炮轰门 球飞出底线 没有打正部位啊 门将开球发起进攻 约库使鲁 马约拉尔 果断下脚 抢下了球 接到球 对方将球抢了下来 这次进攻聚会就这样浪费掉了 马约拉尔 队友拿到球 再好的后卫都无法阻止他 过顶传球 找到了队友 助理裁判举其示意 这球跃位了 他传给了队友 接到球 奥斯曼登贝来 双方还有最后五分钟的时间 来改写场上的比分 马约拉尔 过顶传球 找到了队友 进入捕石阶段了 比赛只剩下最后的时间了 一脚射门 裁判口头警告了他 看来还是少下 他们一球小胜对手 中文字幕提供 go go go